各位大兄姊妹,早安 今天和大家繼續看《李美記》 《李美記》第23章記載一些節旗 我們今天讀的經文只是前面一個引言 就是可以說是過節旗的時候需要有的態度 最近經常都聽過很多電影姊妹 或者去到教會都聽到這些說話 我不知道當你彼此再見面的時候 你怎樣打招呼 以前就說你好嘛 現在打招呼是怎樣打的呢? 最近在哪裡回來? 接著就說你打算去哪裡旅遊? 最近打招呼很多時候都是這些 我剛剛上個星期開會的時候 就有個牧師在說 教會在這裡只會說什麼呢? 我們已經計劃了一個什麼什麼旅遊團 我們計劃了一個旅遊 我們要度假了 正如我上次跟大家說 現在開放之後 就到我們報復式的旅遊 給我自己有些反思 我自己都推得好行的 因為大家都有時候問我 馬牧師,你最近做些什麼? 我說我轉了做導遊 做什麼導遊? 我本來九月份 我會帶一個團去土耳其 但是人們可能怕了 因為這個土耳其的團 除了是探望七個教會的為止之外 還有三天我們會有一些體驗先教 然後很多人說 牧師,我報了第二個團 第二個團是什麼? Cruise 我們只是去看的 去看出教會 然後就從希臘半島去到哥林多 現代人的度假的需要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今天早上講了一篇《道》 也有一點點的感觸 講到我很多年前 我講了一篇《道》之後 就被人罵 也不算被人罵 有段時間會馬上自沈自沈 你道假不要告訴牧師 牧師會罵你 我們今天怎麼道假的呢? 現代人的悲哀 就是對充實的誤解 今天我們將我們的時間表 填得密密麻麻 包括了我們侍奉 我們做牧師的 一見到彼此打招呼 最近忙什麼? 好像如果不是24-7 那個就不是叫做好牧師的了 如果有個牧師跟你說 我最近的生活很充實 怎麼充實呢? 每一天靈修和主相遇 你不用去探訪的 每一天我們在神面前 為弟兄姊妹代討 你不用去回教會 去計劃好教會的事工的 你不用帶茶經的 你不用預備講道的 我們會把時間表排得 充密密麻麻 但缺乏了在神面前的安靜 但另一方面呢 我們都在安靜的時候呢 我們缺乏了一種真正的安息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發覺 今天你去完旅遊回來之後 更累的 你沒有去旅遊的 去完旅遊回來之後 要有三天休息的 如果要旅遊之後 第二天上班 你會死的了 是吧? 跟團還忙過你自己去自己上班的 你上班呢 你可以九點鐘才起床 跟團啊 六點鐘摸零咬 還要趕快去吃早餐 整個早餐趕快趕快上車 真正的睡覺呢 在車上睡 你去旅遊團好像很忙的 比你真的要休息的 好了 真的要休息了 我沒有計劃任何事情 我只是去休息而已 其實你去休息是什麼呢? 睡覺 你睡覺是什麼呢? 睡那張床本身 可能你家裡的床還睡得舒服 我睡三寶床我不行的 我出去旅遊的時候 起碼要給我三天 我才可以叫做稟德班 但是跟旅遊就慘了 每天都同床 那還累的 那究竟什麼叫做安息呢? 什麼叫做休息呢? 我們經常都對這些有些的誤解 很多時候我們對假期呢 就說我們是叫做充電 你放假 你去充電嘛 recharge 你怎麼recharge 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recharge之後為了什麼? recharge回來之後 就出去再搏殺 是不是? 你全年的搏殺 就是為了兩個星期的recharge 兩個星期的recharge 就是為了你全年的搏殺 很悲哀的 那什麼叫做recharge呢?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所以我講完那次道之後 大英姊妹就說 不要告訴牧師聽 我們的度假 是被牧師罵的 因為我們不懂得度假 我們度假的方向錯了 我們以為度假就是 神告訴我 我們經常都用這句的 六日創造 第七日安息 是吧? 六日創造第七日安息 我一定是放日假的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你的神學有些問題 為什麼? 神做了六日功要休息的 你相信這個神 真的有限 不是啊 創造宇宙萬物 這麼大的工程 不休息一下怎麼可以的? 那你就當神是個老人家 做完六日 好像腰酸背痛 好像我這樣 腰酸背痛 不要讓我休息一天 安息日不是這樣理解的 安息日不是等同休息日 另外我們今天又很容易 將我們的信仰 只是停留在born again 就不懂得live again 我們懂得重生 我們講很多我們的信仰 我們今天信耶穌得永生 得一個新的生命 那你就知道這個新的生命 如何生活 是不需要的 出生就自然會生 就是自然會生活下去的 是吧? 你試試生個 生個 對不起 不應該這麼說 有個BB出生 扔牠去野外 牠會自己自生自滅 你猜牠會生存多久? 這隻不是貓貓狗狗 貓狗狗 可能比人生存的機會更高 你試試生個BB之後 扔牠去野外 生命嘛 牠就自己會生 是吧? 那我 就是 臭孫呢 這些樂趣來的 看著孫子在那裏 develop的時候 哇!很興奮的 很興奮的 但是在牠那個過程當中 牠要學習怎樣去生活的 牠不是出生之後自動會生長的 是 某程度是 但是某程度 牠需要學習怎樣去過生活的 一個BB出生 肚餓會叫 但是牠慢慢會學習得到肚餓的時候 牠會叫 牠會告訴媽媽她 說給奶奶 如果每一次都會見都會不停 電視牠 臭孫子都會不會停 捱 對吧? 这个是自然,但是你会慢慢学习如何去生活 有时可能学错了 学错了 讲开我的书,我就很感兴趣 最近他学的那些东西笑得我们摆了 讲一些东西,他叫我两个儿子叫舅舅 但是他讲不了,没有个K音的 还有他应该叫我做公公,我这个是外孙来的 讲个秘密给你听,我很喜欢讲秘密 他讲不了避音,公这个字 他叫呃呃 他真的不愿意,因为我太太指着,谁呃呃 但是他会慢慢,他如果一路大一路就叫我呃呃,我就很惨了 谁今天带你来,呃呃 他会慢慢学习 学习如何跟人相处 当你生活的时候,但是很多基督徒今天就 很多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认为自然会生活 不一定的 利未记本身教导我们的就是如何去live again 从born again,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 第十六章,那个属罪祭里面其实已经有两个 一个是欠给神为熟罪祭 另外一个是叫做scapegoal,阿撒舍勒的羔羊 其实这两个就是那个意思 一个是born again,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重新有这个新的生命 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也都教导我们 如何去live again 如何真正是过一个他所喜悦的生活 但是今天我们born again之后,就走回去 我不要叫我live again 我买了一张机票等上天堂 今天我们的信仰是需要学习如何去live again 在利未记,我们的辛苦就在这里了 因为对我们的挑战很大 神吩咐以色列人首折旗 都是其中一个叫他们如何去live again 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些 有些比较保守的中派 他们是不赞成 有些人都问我 你赞不赞成慶祝圣诞节 慶祝复活节 有些比较保守的教会是不慶祝的 特别是圣诞节 圣诞节是十月二十五日是太阳神阿波罗生日 你们拿了那天来 我们耶稣基督不是阿波罗来的 如果当你看回圣经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问神想不想我们庆祝 下一张 其实神对我们的意思来说 首节是神的吩咐来的 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 你晓如意识而人 耶和华的节旗 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旗 六日要做功 第七日是圣安息日 常当有圣会 你们什么功都不可作 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 神很累 做了六日 不是这样的意思 一会儿跟大家再说 这里是讲得很清楚 是神指定的节旗 神要我们过节旗 问题就是 那个是不是神所指定的节旗 那你就说 不是咯 那天就不是咯 当你再看回 你说 要过的节旗 要守为圣会的节旗 然后他就用了第三节那里说 六日要做功 第七日为圣安息日 这个字本身 一会儿我会再解释 神为什么要安排节旗呢 在利美记里面有两个神指定的东西 神指定的 第一个是节旗 第二个是回幕 神指定要起回幕 或者神说 你如果要见我 你来回幕 两个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节旗 回幕就是神指定相遇的地点 而节旗呢 就是神指定说 在那个节旗的当中 我跟你相遇 是时间的坐标 那你就说 哦 那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神 不会在我们那里 等等等等等等 什么叫时间的坐标 是什么意思呢 一会儿 今天我们有没有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是11点钟崇拜的 教会很通常都是11点钟崇拜的 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有时候呢 就是我去其他的教会 那些教会最主要的那堂崇拜 因为教会只有一个地方而已 个个都争着11点钟 或者10点半钟 或者11点松一点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来崇拜 9点钟不行 其实9点钟崇拜好的 知不知道 崇拜完之后还可以出去吃早餐 现在这个时间崇拜 你只熬着肚饿 等等一会儿午餐 是吧 但是很多时候教会都说 11点钟崇拜 就是最主要的那堂 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没有吧 我们很少问这些问题 其实这个有他的历史的渊源 不是11点钟神特别神圣 不是11点钟神的天堂 特别接近地球 不是的 而是当时候你知道 来到美国的那班月花那班的信徒 他们需要开始工作龙耕 龙耕要神耕的 就是他们一早要出去做 搞定了些东西 帮来充好量 11点钟差不多了 星期日去崇拜 所以通常是11点钟的 但我们今天不是龙间 我们今天 大眼星期日都不用上班了 这个不是神指定的时间 但是神指定你如何去崇拜才是最重要 他说按照神的要求去过节 所以23章里面讲了一些节旗 神告诉你或者神告诉以色列人 你应该如何去过这些节旗 用什么心态去过节旗才是最重要 今天回来教会崇拜 用什么心态来到崇拜才是最重要 不是11点钟崇拜特别圣结 9点钟就差点 2点钟那些就不好了 班来崇拜最重要的 是你带着一个什么态度来崇拜 今天我经常开玩笑 罗马书第十二章 我们非常遵从教训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机慈悲劝你们 将什么献上 身体献上 那个字真的是身体 我们今天几多人遵从 身体献上 灵魂一直在想 一会儿去哪里吃饭 灵魂在想 哎呀今晚有什么事呢 我们今天崇拜的态度是什么呢 这里一开始这四节的经文 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用安息日的态度 初期的教会 又守安息日又守主日 我做过一点 有时候有些人又问 为什么今天基督克不守安息日 你知道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呢 安息日是星期五的日落 去到星期六的日落 他们是以日落为开始的 但是今天基督克似乎 星期五的日落才是最精彩的 是吧 星期六的日落 跟着去派对 星期日 就带着疲倦的身体来崇拜 是吧 为什么今天我们守主日 不是守安息日的 初期教会两样都守 但是后期慢慢就只是守主日 安息日就很少了 很少再提了 但是安息日这里最重要的 不是教导我们怎么去守 哪一日 那个日其实最重要 不是 是那个态度 我们对安息日的误解 什么叫做安息 休息 休息 这里不是说六日要做工 第七日是圣安息日 这里他只是说 第七日是圣安息日 不是吧 第七日是休息日 不用做事 他说第七日是圣安息日 不要做事 目的是什么 休息 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 在抗野的安息日是怎么过法 六日要执马拿 第六日要执商份 你要相信 第六日执的商份 第七日不会坏 每一日你不可以执得多 执多会坏的 但是为什么第六日执两份 反而不会坏呢 信心 安息日 意思就是说 你在神的面前 有没有对神 对你的看顾有这个信心 如果你来到这里 你还在担心 哎呀 我又要面对这个问题 又要面对那个问题 神啊 你是不是在我们当中的 我不怪你 人性是这样 但是这个不是神 想你来敬拜的时候 处于这个态度 你要信得过我 主套文不是这么说吗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刺激我们 安息日的态度 是这样的 是一个信心的体现 另外 安息日也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看回安息日的神学 很精彩的 神做了六日 第七日 第七日 安息 意思是什么 啊 神累了 我实际说 你这样的神学 就有问题了 仔细一点再看回创造 六日的创造 神都说 好 美好 意思就是说 已经做完了 神在享受着 祂所创造的美好 不是要做事 而是享受着 神所得性 葬造的美好 今天回到来教会 去守主日 如果我们说 这个等同安息日的态度 你回到来 是complain的态度 就是说 你是一个得性 感谢主 你仍然掌权 我们信得过你仍然掌权 这个态度 是这个世界 灵师的都和我们分享了 是很混乱 但是你信不信得过 洪水泛滥的时候 神仍然掌权 神在享受 欣赏他自己的创造 安息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还有很多的 但是我们如果只能把安息看为休息的话 你看错了 因为休息很容易 我们经常都说 你安静在神的面前 但如果你安静在神的面前 你没有方向去默想的话 你就会胡思乱想的了 今天你说 你要安静啊 不要想那么多 在神面前休息 你的脑在想什么 你就开始胡思乱想 晚上睡不着觉 就是这样 有没有试过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不要想啊 不要想你的脑 就一直在想 如果你有方向去思考的话 你的安息日才是有目的的安息 是神为了人的好处而定下之期 因为人实在没什么方向太羡慌 太多忧虑 在安息日的当中 他需要有方向去思考 究竟如何去过安息日 首节是一个信心的回应 刚才我说过 安息日 这里说到第七日是性安息日 这里翻译有些困难的 红彤蜜目色在他的注释书里面 就说这个主要的翻译 不是叫做性安息日 而是指的是安息里面的安息 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态度 而不是一个日子 意思就是说 他说六日要作供 第七日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安息的态度 我刚才说过 安息不是休息 如果你等于休息的话 你会很大问题 正如我今天所说 今天都说过 什么叫做安息呢 真正你什么都不用想 什么都不用做的 什么时候呢 你RIP的时候 RIP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做了 你的休息是有目的的 你的休息是有方向的 如果不是你的休息 就变成了不是休息 另外一本的诗经书就说 这个安息是什么呢 A time for the community to focus its attention on the worship of Yahweh 把你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 这个先正叫做安息 信靠神的供应 给神去做事 有一个姐妹 当我在Minnesota开放的时候 她去开餐馆 她在香港已经回教会了 去到Minnesota的时候 她去开餐馆 我接触到她 她说牧师啊 我来敬拜 你放心我会来 不过我要赶着走 一完成了崇拜 我马上走 因为赶着回去开餐馆 我跟她说 我说 OK 你来我都很感谢主 来比不来 我们经常都说 但我跟她分享 你信不信这个神呢 她等了一会儿 过了一段时期 她说 牧师 我决定 礼拜日我不开餐馆 损失就损失 因为礼拜日生意最好的 损失就损失 我本来通常 我礼拜 礼拜一 就是 礼拜日开餐 礼拜一我休息 我现在礼拜一再开餐馆 过了一段日子 她真的离开了 礼拜日不做 礼拜日不做 牧师 很厉害啊 我们的神真的很厉害 我离开了铺 礼拜日 离开了门 竟然我的生意没有少到 还多了 后来我发觉是什么呢 我的老顾客 看我礼拜日不开门 她礼拜一走回来 礼拜一走回来 光顺我 而且买外卖 你知道做餐馆买外卖 最赚钱的 而且买外卖 因为她知道我礼拜一才开 我以前礼拜一不开 现在她礼拜一开 她来买外卖 我的生意欄没有少过 我说是 你信不信得神在当中 他掌管你的生命 让神去工作 而参加圣会 这里说你们要参加 要守为圣会的是一个高峰 是生命的一个高潮 是一个celebration 你今天用什么来庆祝你人生的高潮 你人生的高潮在哪里 回顾你的一生 结婚的时候 有 不是了 现在变成了人生的低潮 是否隔错狼 取错妻 是吧 你事业的高峰 你人生的高峰期在哪里 你觉得你人生最高的那点是哪点 而在那点你如何去庆祝 升职加薪 事业有成 儿女结婚 在这些的人生 你认为是最高点的时候 你又如何去庆祝呢 讲了那么多好像很离题 但实际上 在下面 我们就会发觉 其实是神提醒我们 下一章 首节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当我们看下边 由第五节 没时间和大家很详细地去看 整个23章 这里一共主要讲了三个节期 如月节和除交节 这个是合在一起的 然后五秦节 看大标题 第二个节期五秦节 第三个节期就是住棚节 属聚日 不算是一个 暂时来说 放在那边 住棚节 如月节除交节 五秦节和住棚节 三个节期 这三个节期 如果按照日期来说 这里第五节那里说 正月十四日 黄奔的时候 耶和华的逾月节 十五日是向耶和华搜的 无教节 所以这两天应该是一起的 因为要吃无教饼七天 所以这个节期是一起的 然后后面就是五秦节 生命记第十六章 第一到十七节 有提到余节 七七节和住棚节 这三个 而尼美记这里说了三个节期 跟着是随教节 或者是随教节 雨节之后就是五秦节 五秦节大家都知道 很熟悉 五秦节就是计算了五十日 安息日的次日 在那里 雨节之后 就算七个安息日 七七四十九 加上一日就刚刚五十 所以叫五秦 秦的意思就是十的意思 五秦节 如果你看新约 你知道什么事 如月节是谁 是什么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过五秦节的时候 耶稣基督切纳晚餐 就是如月节的晚餐 跟着主日 跟着安息日 就是耶稣基督被钉 跟着耶稣基督在四十日 復活之后四十日 教导门徒 《士囊传》第一章 跟着再过十日是什么 圣灵降临 就是五秦节的时间 这个五秦节 但是这个五秦节 算是收藏节 稍后再讲 然后住棚节 就是七月十五日 这里写住的 第三十四节 七月十五日是住棚节 首节七日 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的话 这三个节旗 跟当时的农业社会 非常有关系 除交节 其实就是大素除 大素除去搞定了 那个的家 让他无教 然后就开始一个 新的农耕的cycle 清楚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之后 杀种开始 但是神要求他们 在徐教节 去庆祝余月节 然后呢 在七七节 就是他们的丰收节 记不记得路德记 路德记就是五秦节 记得到五秦节 路德和她的婆婆 南昂米 回到刚刚是丰收的时间 是丰收节 或者收割节 或者叫收获节 这里有中文也是翻译做收获节 农耕的社会 搞定了之后 开始杀种 收成 接着去到住棚节 其实住棚节是什么节期呢 住棚节 其实就是他们的收藏节 收藏节的意思是 他们就要将所有的东西收起上来 储藏准备过冬 抽收就冬藏 三个的节期 其实是和农业社会的cycle有关 但是神却是要他们将农业社会 你们生活的日子 将它扭转成为 如节纪念是什么 以色列人出埃及 灭命的天使 在第十灾的时候 因着羔羊的血涂在门尾 他越过这个房间 不进去击杀里面的长子 杀长子之灾 以至于当晚 以色列人要出埃及 法老说走啦走啦 就是顶不住了 如月节 是庆祝以色列人出埃及 五旬节呢 五旬节很难啊 五旬节 五旬节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 是记载到按照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路程 他大概这个时间去到西乃山 在西乃山同神纳约 所以为什么五旬节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呢 圣灵降临呢 其实是神同教会的纳约 记载神同以色列人的纳约 祝彭节呢 他收藏着祝彭节呢 祝彭节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漂流 他们住在帐篷的当中 你去犹太人社区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是住篷子的了 有屋不住呢 就在后院搭帐篷的了 他们就在那里住的了 如果你说 没有啊 我们不在那些独立屋的 你们去看看那些大厦 那些帐篷子呢 就会建一个棚在上面了 他们住在帐篷子的外边的 你都由太人那些社区你就知道了 记载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漂流神 如何看顾供应 祝彭节很有意思的 抽收东床 当你刚刚是收割的时候 收割有丰收的时候 神说不要用 放入银行先 现在呢 你去麦当劳 吃个汉堡包好了 记载神的供应 你说不行啊 我要庆祝的嘛 做了一宗大生意 你会怎样呢 立刻大牌延迹 我没知道用鱼翅朗口 现在不行啊 鱼翅不能买的嘛 都鲍鱼啦 冬菇啦 不是不行 你要纪念神 这些是神给过你的供应 你住棚节去过 意思是什么呢 在这三个的节旗当中 是以色列人 他不断是一年里面的 一个cycle 他们的生活上面 在他自己的生活上面 要纪念的节旗 但是神说 在生活上面的节旗 你要将他扭转 成为纪念神 存在你身上的那个恩典 他的作为的时间 我答应了你们教会 今年是讲利未记 但是我在其他的教会里面 去讲启示录 启示录很精彩 启示录第一章 那里形容到耶稣基督那些画像 你有没有看过 启示录第一章 没有时间今天就讲启示录 但是有些字 有些的形容 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是在讲 讲着 旧约里面一些的意思 是 但是对于当地的人来说 对于当地的人来说 这个是指到他们的偶像 甚至是指到 罗马的皇帝 举几个例子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罗马皇帝曾经这样自称 我死过又活过 现今将会活到永远 这个在文献上 尼陆王曾经这样宣告过 生命树得胜的 我就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 尔不索的对尔不索教会的应许 尔不索最出名的偶像就是阿底米 阿底米是谁 现在的美国登月计划 阿提米斯 但是阿底米不简单的 我明白为何美国用阿底米 因为他是月亮之神 但是阿底米不简单的身份 我们今天很少 我们认识阿波罗 阿波罗是太阳神 阿底米是月亮神 他们两个都是宗师的子女 而且是孙生 他的地位和阿波罗同等的 传说 尔不索的传说 阿底米是从天上宗师那里跌下来 跌下来 跌下来的地方就是现今尔不索 而且阿底米的神像是藏于一棵雪虫里面 一棵雪虫就被称为生命树 精彩吗? 是以不所人认为的生命树是哪个? 阿底米神 但是在信徒桑中 生命树应该是哪个? 我们的主 他预备了的生命树 他在十字架被挂上去 使我们得生命 看不看到过节期的意义? 其实世人过节期 他是在寻求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今天在过节期的当中 我们是不是他们寻求那些东西 我们又寻求那些东西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些东西 所以在我们生命上 其实我们想的节期就是一些传统的节期 但是在你生命上面 其实还有很多的节期 你生日呢? 你的结婚周年纪念呢? 你的子女出生呢? 你第一份工作呢? 你工作的cycle呢? 在这个cycle当中 你要庆祝的是什么? 生日 出去吃一餐 我们经常说到年纪到差不多 庆祝生日是做show的 但是你怎么做show呢? 很多年前我去牧养一间教会 有个弟兄 庆祝一百岁生日 都不是他庆祝 是他的女婿和女儿庆祝 邀请我们做牧师 延开三十多席 然后就去有个聚会 我很欣赏这个弟兄 我很欣赏这个弟兄 到延直开的时候 他拿起个麦 见证神在他这一百年当中 怎样看顾他 给你你怎样庆祝一百岁生日 感谢主我受高 我健康 跟着说什么? 大家吃饭 跟着吃饭的过程 诶 师兄 你为什么这道龙虾未熟 你为什么不帮我斟茶 或者你在那里 在庆祝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你怎样庆祝你的生日 你怎样庆祝你的周年纪念 多谢主给我一个黄年婆 我多谢主给我一个 能够和我行人生道路的配偶 今天他仍然在我们当中 如果不是他 我们这段的婚姻 我们这段的家庭 不敢想象会是怎样的 你要见证是什么 当你出来做事了 做了大生意了 你怎样庆祝 正如所说的 大肆庆祝 的话神啊多谢你 你给我有这个能力 去赚取这一笔金钱 我知道所有都是你的 你要我怎样去用这一笔钱 使得人得益处 正如今天我刚才所说的 你来到荆拜 是这段时期特别信神圣吗? 不是啊 而是神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环节的当中 他都想你过一个亲近他圣洁的生活 而只不过你是用这段的时间 但作为一个的专心的领受 感受神跟你同在的时候 那种的甜蜜 又讲回正卫尔弗所 生命树的果子在哪里吃? 生命树的果子是在神的乐园里面吃 回去看看 啊 神的乐园就是天堂了 你又没有太快了 乐园这个字是指到皇帝邀请他的贵宾 去他的后花园想花的地方 保罗说他在乐园当中和主的亲密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邀请我们去后花园 吃他的生命树果子 在他那里和我们有一种很亲密的交往 而不是我吃了生命树 我就有永生 是 我不否定这一样东西 但是如果你这样 你很肤浅 请你吃一顿饭 你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感谢主 但是你吃那一顿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做爸爸妈妈就知道了 年纪越来越大 因为小孩子请你吃那些东西 你是吃不到的 你吃不完的 或者吃不下去的 因为他们那些东西我们的腸胃受不了 你仍然都写命陪君子 当个女儿说请你吃饭的时候 去 吃定消败药丸也好 都去 为什么 因为你珍惜和你的子女在一起 不是那一顿饭 那一顿饭其实有时候很辛苦的 但是你珍惜的是那些子女坐在那里和你聊天 你珍惜的是她陪着你 过节就是这个意思 在我们人生当中 神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聊天 你过的节旗是这样过的 你回到礼崇拜是这样守安息日 请姊妹 圣洁的时间坐标 是你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而节日是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是需要和神有这种的亲密去经验 所以我说 为什么不慶祝呢 为什么不慶祝一节呢 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坐下来去默想一下 去尝试一下 去体会一下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扭转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我们研究的 你知道太阳神阿波罗被称为神的儿子 真正神的儿子是谁 不是阿波罗是我们的主 你够不够胆宣告 今天我们的节日慶祝 无论教会的节旗慶祝 你个人的节旗慶祝 你怎样过 最后了 时间又过了很多了 牧师讲到 常常都过时 开放了 你怎样去庆祝你的假期呢 你怎样去上游轮呢 你怎样去观光呢 朝圣之旅 什么叫朝圣 朝圣是在假期的当中 是你去那些地方 但是你在那里遇见主 而不是被你在那里休息 你有没有在那些地方遇见主呢 今天你又如果是这样的话 听完今天的讲道 你又怎样去庆祝你人生里面的高峰呢 就是说你透过你的庆祝去向人宣告 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 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而我也是靠着这一天 这一样的事情 去过我每一天的日子 这个就是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时间座标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 多谢你提醒今天你时刻的与我们同在 你的心意是要在乐园的当中 和我们一起吃生命树的果子 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在当中去体会 与你之间的亲吻 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的节旗里面 可能是一些社会上边的节旗 可能是一些我们个人上边 家庭里面的节旗 但我们都知道每一个的节旗都象征着 神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上的恩典封城 神你自己有同在的无时无刻 神你自己的看顾是无微不至 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 圣典当中我们都将主你放在手里 我们以主为大 我们多谢主的提醒 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